北京时间6月1日,明天,NBA总决赛就将在勇士主场甲骨文中心正式打响,对于骑士来说,他们有机会取得两连贯,而对于勇士来说,他们已经花了一个赛季的时间来准备这场复仇,尽管杜兰特和追梦,格林都放言必将在总决赛复仇骑士教训詹黄,但勇士前锋伊格达拉则显得十分谨慎,在采访中,他甚至提到了骑士有个优势, 是自己的球队所不具备的,他们的人缘有些变化,但他们的很多人又多了一年,在一起打球的经验,他们的核心球员们只会越来越默契,并会因此变好,交流永远是最好的老师,他们一直交流得不错,他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,其实今年,在季后赛一直表现得很专注,不得不说,在球队默契度方面,他们比我们要有优势,伊格达拉说道, 相比较之下,我们球队,增加了一名新的核心,所以跟他们磨合了三年的核心阵容,比当然会有些劣势,当然,我们需要变得更默契,而,也是时候站出来了,伊格说道, 今年季后赛中,杜兰特场均出战,33.5分钟,能够拿下,25.2分,7.7版3.7柱,一个全新的首发,面对骑士磨合三年的阵容,正如伊格达拉所说,凯文,杜兰特该站出来用他历史级的得分能力,弥补默契度,相对不足的劣势了。